都是因为你 如果你不招惹我 不一边说爱我 一边放不下他 两头你都想坚固 却没有本事两全其美 还要牺牲一个来保全另一个 事情就不会发生到今天这个地步 看看吧楚柏阳 你看看 你给了你口口声声说爱他的女人一枪 你失去了你的孩子 而你一心想要保护的人 如今也成了这副样子 你谁都保护不了 还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 你就这么恨我 只可惜我现在只有一把剪刀 你不要企图拿这些话逼退我 你要试试吗 好 我等你准备好剪刀 医生听到这里的混乱 已经跑了过来 混乱消散 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你想过后果吗 我盼着他一尸两命 这是你们欠我的 你可以报警让人来抓我 他一尸两命 我郎当入狱 你独自一个人苟活一生 算得上是最公平合理的结局 我不会让他们抓你 那就带着你的激情滚得远远的 一辈子都别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件事情 鸡凤棉笑着 突然抬手将病服脱掉 病服下真空状态 他的胸口还缠着纱布 腰上也缠着一圈 只不过都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胸口处顺着有红色的血液 顺着他白皙的肌肤躺了下来 鸡凤棉脸色苍白 但眼睛却眨都不眨的 又将胸口的纱布扯开 胸口已经开始愈合的伤口 此刻被二次扯开 血肉模糊 可以过去 除非 我身上这两个血窟窿 不留疤痕 除非死在我肚子里的孩子 完好无损 就可以过去 医生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 看着鸡凤棉裸着上半身 血淋淋地站在男人面前 重新给鸡凤棉整理伤口 鸡凤棉自然不会自虐到 拒绝医生给他包扎 楚伯阳一直站在他身边 看着他身上的伤口 浑身紧绷 甚至在不可控制地发着颤 医生给鸡凤棉涂药的时候 他脸色异常惨白 紧紧咬着牙 额头和鼻尖上渗出 米粒大的汗珠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痛苦 只有他本人知道 等到两处伤口包扎完 差不多已经是 半个多小时之后的事情了